大家好,我是魏了 今天要教各位簡單又好懂的奇亞幣挖礦教學 我會先從硬碟安裝到怎樣P圖 再到如何進行挖礦 我先介紹奇亞幣的挖礦原理 簡單來說就是像你買的一張樂透 當你買的越多,中獎機率就越高 那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得到這張樂透呢? 就是需要透過P圖 P完的圖就相當於你買的一張樂透 P的越多,中獎機率就越高 而每10分鐘會產出64顆奇亞幣 0分給32位逛工 每日重點的機會總共有4608次 那重點來了 我們應該使用什麼樣的工具來進行P圖呢? 就官方來說我們可以使用HDD、SSD 或是M.2接口的SSD 這只是快慢的問題 我這邊推薦大家使用M.2接口的SSD 因為這會讓你更高效率的在P圖上 在這期間會產生TMP打 而完成後會變成PRAD檔 而這個PRAD檔就是你的樂透彩券 這個樂透彩券是無期限兌換的 要好好保存 接下來就讓我一步步帶你安裝 奇亞挖礦所需要的設備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那我們開始來安裝吧 LET GO 那現在就來跟大家介紹 我們等一下會裝什麼 這一顆就是HDD硬碟 這邊是電源線的接口 這邊是SATA線的接口 這邊都會有一個L型防袋裝置 接著我們需要兩條SATA型 然後一塊M.2接口的SSD 那接下來我就介紹主機板 它們是在哪一個位置 因為每一款主機板都是不同位置 所以我就告訴你長什麼樣子 那目前這邊就是我剛說的SATA SATA接口L型 而這邊找一下M.2接口 M.2接口長這樣 那我們現在就來進行安裝吧 對 然後往裡面壓一下 之後後面它會翹起來 我們再用螺絲把它固定住 因為我這邊有顯卡 所以有點難熟 M.2這樣就接好了 接著我們把SATA線 接到主機板 然後把它繞過去 因為我等一下硬碟 等下會從後面開始裝 因為電源線在另外一邊 OK 這是我們的背面 這是我剛剛拉過來的SATA線 首先把硬碟竟然拿出來 然後把這兩顆 硬碟裝上去 裝好後就是長這樣 把它放回去 接著我們找到電源線把它插上 接著我們找到電源線把它插上 電源線都會從 確定沒問題就可以開機 看看有沒有偵測到 我們來看看是否有讀取到剛剛裝上去的硬碟 這顆是我剛剛安裝的1T SSD 這兩顆是4T的HDD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去 官方安裝7R的軟體 我們就下載目前最新版本 這邊選擇Windows版本的 因為這邊我已經先下載好了 那我就直接安裝 執行給大家看 第一次登錄的話 要建立一個新的史亞 這24組是你以後要登錄的資訊 然後也不要隨便給別人 接著我們來到耕地 按新增耕地 這邊要選擇K32之後的 這邊選擇SSD SSD是D槽 P完之後我們要放到哪邊 放到G槽 因為1槽已經滿了 總之就是放在HDD就好了 接著按新增耕地 那這時候就會開始跑 跑到100% 就會把這些檔案放到剛剛 我們已經設定好的G槽 接著我們按到耕種 這邊會有一個耕種狀態 這邊寫耕種就是代表你目前正在挖礦 那總耕地大小就是你現在總共P的圖的大小 而當你 中獎後 這邊會變成2塊 那今天就介紹到這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會一一回覆 謝謝各位 下次見